今天三位男士 如果他们要跟女生一起出游 要骑车 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车款呢 答案揭晓之前 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女骑士 因为刚刚既然 他们都有看你们的车来做配对 对不对 那我们反向 请你们也来预测一下 来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答案了 Mia 你跟大家想法不太一样 你先说说 对 其实我不一样 新格格我感觉 他就是比较老老实实的感觉 就是Go Win派的 对 老老实实 对 然后郁中跟雷妮呢 我就有点猜不出来 但我看那个皮肤啊 白度 郁中是偏白 所以我就选BNW 他有这样配的 雷妮呢 穿得有点橘 我就选橘了 OK 等一下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猜对了 来 昆娜 我的话呢 新格的话我会选Go Win 是因为因为他是大前辈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什么车款都骑过 那相对于长途骑程 巡航啊 他应该会比较喜欢Go Win 对 那郁中哥的话 我会觉得说 他看起来比较书生气息 比较有那种 英伦的那种气质感 所以我会觉得凯旋 应该是他的选择 对 那雷妮大的话 我觉得他上面有 他今天穿的衣服 比较有那种 性能的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那么在意性能 应该是多功能车会比较适合 我是这样想 艾尔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吗 你们答案是一样的 但会不会 但判断方式不一样 就是那个新格哥就不多说了嘛 他绝对是安泰座的 所以那台 那台绝对是新格哥的 那也不是说雷妮大的不安泰座 是因为他的腿长 只能骑BMW这台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郁中哥应该踩不到 你一说雷妮大腿长的时候 然后郁中默默地把他的头低下去 真的中陷了 没有没有 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 郁中哥的感受 我看那么多车 我除了三吊那个仿晒 有外壳车我不喜欢之外 Going我也骑得了 我多功能车真的骑不了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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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骑不了 他太吃身材了 对那太吃身材 那另外一个我要夸奖的是 骑这个我们凯旋车款的 绝对都是型男等级 我没有说 你看我先帮你写好 型男型男绝对是这种我们帅车 艾尔你真的太会称赞人了 毕竟刚刚有说别人腿长 那我们就来揭晓一下 请问一下三位 艾尔跟昆娜的答案是对的吗 对啦 是对的 今天我错了 对啦 因为你坐功能车的那个高度确实 因为我在艾尔口中变成猛男了 真的 那既然这样我们要了解这些车 我们就跟女生一起来了解 我们特别把钥匙翻车 有多久没玩抽钥匙游戏 好久 我还真没玩过 我都喜欢给男生载 等一下 比较好玩 你们三位 你以你们的年纪跟世代 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抽钥匙 真没玩过 我有看那个我们少女 我的少女时代 他里面有抽钥匙的环匙 所以我知道那个是什么 天啊 但我还真没抽过 我们以前学生时期 联谊的时候 有代勾 有代勾 很勾喔 没办法 他们现在真的青春洋溢 好不好 那给你们人生第一次的体验 好 来 艾尔 你要抽几号 我选中间二号 是什么 那是什么 这是谁 凯旋吗 凯旋 我爱的车好厉害 来来 这是我爱的车 来 那 玉中 好 我们是腿长 玉中哥不一定开心 他很想 我们是腿长相防的 所以说实话 今天你们两台车 刚好放在一起 对啊 而且都是小荒 有这么巧的吧 我们的钥匙真的在我刚刚 广告时间回来之后 我又换了一遍 艾尔说没关系 我心中有定件 我就要选二号 二号 好啦 来啦 我喜欢英国车 因为英国车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优雅 跟质感 那我们的内心 虽然说 现在还有个男孩的 但我们外形 已经是大叔了 那我们的腰 也没有年轻人这么好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 就是他的内心 是跑车的心脏 但是他的外形 骑起来是舒服 所以 你现在带的是speed twin 对 今天是triumph的speed twin 一千二 那他是froston的这个车架 就知道他们家 最经典的跑车 那他是属于在modern classic 其实就大家就知道说 他是想用现代的造车科技 去复兴以前那种 比较经典的跑车文化这样 所以他骑起来各方面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他很友善 但这台车 他是二二年推出的一个小改款车型 所以他马力来到一百匹 他破百匹 对 虽然说没有到两百匹这个程度 但是我们的心脏 大概一百匹 我是觉得很刚好 大概就是负合 而且刚才讲到座高 我也可以跨一下给大家看 他其实是八 大概八十公分 那我又要讲一下身高 不好意思 我一百七十公分加鞋子 所以其实我这样骑 我是蛮安心的 而且这台车 确实我也真的扎扎 实实载了我太太去试乘过 他也觉得说 你太太会不会看到第一眼 他也会觉得 我这个外形服 他很爱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听起来有点难过 我就是起前那种野狼载他 他喜欢这种 就是两个可以距离比较 因为我们感情好 那其他感情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我们的距离 你是你喊谁 我们距离是近的 我们他 我太太可以这样环抱 同一个 同一个那个平面 可以抱在一起 代表我跟我太太地位是平等的 我们是彼此 先生 如果要买这台车学起来 我们地位是平等 对 而且我们可以如胶似齐 他永远都可以这样抱着我 而且我们又同样又很有气质 对有气质 而且说真的 他一百匹的马力 然后再加上他二二年改款之后 换上个倒叉 然后更好的 RAMBO的刹车规格 所以我觉得他骑起来 就是真的很好相处 而且艾尔 今天这台车跟你的 这就是我的菜啊 真的整个社 你看他也是种种 虽然橘色是很鲜艳的颜色 对 但是他又种 这种削光色的感觉 就像 虽然整台车看起来老老的 但是他 他确实你都拿 你都拿野狼跟他比了 但我喜欢 但我喜欢 你会想要 这台车我骑过 你要不要 你看看 那我们感觉一下 如果这台车 是你骑士呢 如果他可以贴地 我就很难过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这台车我可以 你脚贴的比我更好 比例好那样子 很好看耶 而且这台车 它的那个模式蛮多的 对 就是它有蛮多个 不管是道路啦 然后Sport还有雨天 所以我觉得以街车来说 它有这种模式算贴心 就虽然它外观上看起来是复古车 好像没有什么功能性 但是它其实动力非常足够 超有力 这个上山双载绝对没问题 你知道他今天车一来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用 就是什么连连看 我就知道是欲中带来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我知道 你喜欢英国品 第二 你喜欢复古的东西 对 对不对 所以这台车是有很多元素 是你特别喜欢的 对 包括前面的 它的圆灯 对 然后它也是用LED的这种日行灯 然后点这种双圆仪表 就想到我以前年轻的 骑的车也是这样 就是它变大了 它变快了 我觉得包括连这一块 法师纹 对 好美 看细节 就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它有很多的地方 你看这边仪表的logo 这边也都是 很有味道 有香蓋也是那种法师纹 细节很美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跟他比颜值 我们就比细节 不会啊 这就让你每个人身上 有时候会带一些配件 你就会觉得说 他给你很加分的感觉 对 艾尔真的好会选 对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 来 昆娜你要选几号 现在是一号跟三号 我选三号 三号 来 这是 就是安泰座 我今天的鞋子也是昆娜子 对 我们今天真的没有说好 你们怎么能够都刚好选到 很有相称性的 那这台车其实我觉得就两个重点 就是以我的年纪骑这个车 不管后座再来是怎么样的女生 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是带女儿出来骑车 是这样吗 这不会被误会吗 会被误会 对 第一个是因为刚刚有人讲说 那个前后 前后座的关系是平等 对 那这台车呢 后座 我强调的是 长久且稳定的关系 我以为你要说太太 你永远高人一等 因为其实日本车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稳定 对 它可以成为你 就是不管是平常通勤或是出油的一个好办人 而且说真的你看 这个车他不需要靠什么行李箱 什么来做支撑 他基本上这个后座 他就是手可以叫傀儡 太太就是稳稳的 在后面被服务 而且他这个还有两块小小的靠垫 让你我们可以让昆大坐后座 可以啊 那后边有种那种妈祖初询的感觉 妈祖初询 来 这边 我跟你讲 这种就是你祖妈妈 对 就是很舒服 是不是很舒服 对 他的腰可以靠 你之前坐过这个车的后座 有 我有坐过一次 对对对 那其实选这个车 可以靠得很舒服 而且他后座第一有加热 有加热 而且是背跟屁股都有 然后又舒服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你骑长途 然后后座会觉得下来抗议的时候 这种状况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旅行中 才突然发现的事情 你知道女骑士还是女骑士 习惯性就先坐 脚放后面 脚踏板踩错 你要踩前面 踩在后面去 我应该踩在后面去 不好意思 因为平常仿在鞋久而已 脚位都可以坐 我要趴车了 所以来 坤儿 我们一起下车 好好再来感受一下这台车 刚刚星友哥讲的一些优点 因为我们曾经有同事在路上遇过 星友哥就骑着他的车 然后陷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他就会听歌 听蔡依林的歌 旁边的人都知道 他在听蔡依林的歌 这个就马上就显露出自己的喜好 其实说真的选这个车 其实印证了一句话 叫做Never say never 永远不要 绝对不要说绝对 怎么说 因为我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车型 是在我20出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 就是大家一起骑 那种仿赛车 然后上阿里山 然后到了一个停车场之后 有一个阿伯 骑这个车过来 然后所有人走过来 然后跟他拿行李 然后他讲说 我刚刚有放音乐给你听 你没听到吗 就是用这种想法说 外加也当放音乐 对 阿伯 又谁要骑这种车 我才不要 所以甚至连我们后面试车的时候 这个车我们一开始是没有想要去试的 那直到我 就因为他看起来说 就会觉得以为很笨重 对 然后因为其实他之前的重量是400多公斤 对 非常的夸张 那后来有一次是我们在日本骑 我去刚好租车 因为那次行李很多 我想说好吧 那我不想要被身上骑得很远 要有置物空间 要有置物空间 所以就租了这个车 没想到一起就爱上 而且再也不会回头了 而且大家其实在车界上来讲说 这个车是说 就是你玩车玩到最后面的一个终点 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车款 比如说刚刚说的舒适度 所以永远没有说 我绝对不会买 对 我跟你讲 我高中的时候就做过这种诗 我高中又念几门女中 就很常木杂会下雨 我就说 我真的再也不要待在木杂 后来我就一辈子 我念正大 后来结婚什么 全部没离开过那个地方 话不要说太真的 没错 那今天大家都觉得 Going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而且它是很早就支援的 就是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所以手机放上去可以听音乐 可以导航 而且如果你在车队中 有这么一台车的存在 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挺有一种 安全感 而且我发现你买了这台车之后 就是你的很多习惯会不一样 以前我们很习惯说 你车上的时候需要蓝牙 跟其他的车通话 那我发现骑Going的车友 其实不爱这一套了 因为甚至像以前的Going 它有那个无线电可以通话 但现在买这个车的人 就是这台Going的人都不用 他们有CarPlay之后 大家就直接出门前 建一个Line群组 然后Line通话就好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直接在播 直接在那个就很方便 所以整个习惯完全不同 好 所以重点是 自己骑得很开心很安稳 太太 女朋友 或是小孩坐到后座 也非常舒适安心 对 就很适合一起出游 对不对 好 等一下呢 主持人力大跟Mia 要带我们一起来看看 就是多功能车 而且要乐咖的 才能车 稍微回来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体 这是树立项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地球王金线杀 中文字幕并不是所有人 都无论